有誰先報名 喔 知道 我們 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就只有我知道 喔 跟你報名就對了 就是他們那時候私底下會看到我的時候就會跟我說 欸 到時候一定要找我們喔 我就說好 我會再跟製作人講 第一個 第一個來 主安 主安 跟你有沒有報名有用嗎 應該是沒有用 哈哈哈哈 但 他現在幹什麼 他一個心酸的 但是還是 透過我們這邊講 可能製作單位會覺得知道說 喔 比較有方向啦 因為他很喜歡跟我們聊天 喜歡跟我們玩 然後之後他很想要一起 他就想要上我們節目 然後他可能 因為畢竟他也很害羞封閉自己 所以他可能想要讓自己比較開放一點 而且他也是跳舞的 嗯 他也是跳舞的 然後我們節目又屬於跳舞型系 對對對 像是我的話 我很喜歡看 韓國那邊的一個綜藝節目 李永志你們知道嗎 我知道 知道吧 反正就是他這個韓國還蠻厲害 然後跟我們年紀差不多 然後差不多大 然後他也很會主持 綜藝節目的話 我蠻喜歡看小S大S 因為我覺得他們很風趣 對對對 就 我覺得他們 就我們很喜歡他們就是聊天 他們也是屬於偏辛辣的 對 就希望我們的收視率可以跟他們一樣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們之前就是 因為我們兩個也有被 就是目前最先被推到主持嘛 然後就有人就覺得說 我們兩個 會不會是以後的大小S這樣 就是講話很辣這樣子 就說我們是男版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他會想要當男版的大小S 可能要有我們自己的風格吧 對 還是要有自己的風格 獨創的風格 對啊 大學生了沒 康熙來了 百萬小學堂 夠笑吧 夠笑吧 有笑 有笑 對 對 西瓜妹 對 很想說 西瓜妹是怎麼啦 我是想叫西瓜妹嘛 嗯 嗯 真的 超級夜走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越來越多了 還有余百 我還玫瑰同齡演了 哈哈哈哈 講越來講越來講越來 根本都偏題了 沒有笑了 哈哈哈哈 所以以後是想演玫瑰同齡演了 哈哈哈哈 他現在有機會的話 他才有說耶 他有機會他想要演戲 不要幫我亂說 我嗎 我不是想要演 玫瑰 跳玫瑰嗎 你說什麼啦 夜玫瑰 哈哈哈哈 有嗎 有想演的嗎 我常演就是 哭戲類吧 就是想要有點挑戰 但現在哭 從頭哭到 哭啊 現在哭啊 十秒 十秒 你們不要一直咄咄逼人好不好 我們團很喜歡開小市床 我們力求進步 對 我對因為小市床生氣 哦 什麼意思 沒有啦 因為第一次我們錄影的時候 就是會 因為是第一次嘛 所以就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然後大家可能就會 因為這邊有講話 這邊有講話 啊來賓在中間 然後來賓不知道要聽誰的 然後可能打字幕的 也會很難打 所以那時候 這是我們一開始 遇到一個大困難 但後面就有慢慢的調整 就還不錯 那誰會扮黑一點 講比較直接一點 你說 你說私下嗎 應該也是一點感人 應該也是才能說 感人最好 我高興很好哦 沒有啦 就是我也想說 我會覺得講最直接的話 大家才會有所進步 如果在那邊 大家都很棒 那這節目就會越來越不好看 他會轉會覺得沒有那麼嚴重 對 不會吧 不會 就會覺得他都是好意 對 就會覺得說他要這樣講 但是我們就是 確實那邊做不好 所以我們叫他去改天 會不會覺得說 他幹嘛一直念字 就是一起把這個節目主持好 再給歡樂給大家 有 有在講話 有 有在進步 有 有在講話 厲害 敬不得 我的臉很容易被誤會 對 他講這樣 因為他有時候 一發呆放空 大家就說你不開心 對 因為我有時候也會說 你怎麼了 是 他們 因為我很常跟他搭 然後我就 有時候就是看他的時候 他臉會這樣 然後我想說他怎麼了 然後我後來結束 我就說 蔡正琳剛 我是做不好嗎 還是怎麼樣 你心情不好嗎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是就是放空 臉會比較 就是兇一點這樣 對 然後景點在後面就這樣 笑 我們有遇到小孩 我們都有遇到 有 但我們就只是打招呼 因為我們是第一個表演 然後他們在比較後面 然後我們要表演完的時候 他們就要去準備 我們就是打個招呼 對 沒有 就是這樣抱一下 他就不見 這樣子 因為我們說不及大家去玩遊樂園 對 我們那時候在遊樂園 我們想說 好 我們等一下要去玩 我媽媽喊到場 我媽媽要表演 我是天啊 對 還有 我們